智慧生活新体验 近日民众在马公市区的后车亭可看到户外智慧站牌 公车动态及多语言等功能 澎湖县本岛全面设置公车电子纸智慧型站牌既有389座 预计8月底以前全数完成建制 澎湖县政府公车处处长马金族表示 因地制宜会有副挂式及立柱式 智慧型站牌建制外观多元化 采用智能太阳能电子纸显示面板 呈现环保绿能 本岛就是马公的本岛 我们全面建制那个智慧型的一个站牌 那县长就任以来 他就指示我们车船处来进行智慧站牌的一个建制 那从7月1号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建制智慧站牌 那我们的智慧站牌是蛮有特色的 我们是透过太阳光的一个电能 然后放在我们的一个蓄电池里面 然后再传到我们的一个电子纸智慧站牌呈现出来 那在全国呢大概是只有我们澎湖县是先采取彩色的一个面板 那我们的这个太阳光电呢 如果那个蓄电池可以储存到满 储存到满它的蓄电量呢是可以14天来进行使用 所以我们也不担心下冬天的时候 阴天的时候会造成一个电量不足的一个状况 那蓬湖呢 咸水淹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我们也把我们的智慧站牌呢 全面的材质是采取那个不锈钢 那透过呢我们的一个活炭烤漆来加加来加强的一个防护跟防护 新式智慧站牌可提供清晰即时公车动态资讯 并具备招手灯按钮路线图及多语言切换等功能 有助于提升观光亮能 太阳能电子纸智慧型站牌与一般LED智慧站牌不同 无需申请试电更环保且非常省电 配合南部日照充足的天后 太阳能电子纸智慧型站牌利用太阳能板供电 没有日照情况下也能连续运作20天 那我们这个智慧站牌 我们也跟厂商来进行一个合约的一个签订 我们就是保固5年 那这5年当中呢就是厂商是必要每个月来做一个管理清洁的一个维护 还有呢那个那个我们的一个那个网路 网路不能中断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这个智慧站牌还有一个特色 它我们是两个面板 是两个面板 一个面板呢是我们可以正面宣导 还可以我们可以结合广告的一个宣导部分的进行 那第二个面板呢就是我们很夯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乘客要搭乘我们的公车的时候 可以透过我们这个智慧站牌来了解到底这班车廊是过了没 还是再几分钟可以近站 这个都很清楚 甚至呢我们这个智慧站牌里面有5个按钮的功能 这个功能有多国语言的一个功能 甚至呢还可以一个宽页 看你要找你要的路线 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在夜间不方便看清楚的状况呢 我们有一个叫做招手灯 这个招手灯一按呢 那个智慧站牌上面呢 后面会呈现一个灯亮的状况 这个是方便给我们的司机公车来看 那司机公车看到这个招手灯在亮的时候 它就是可以到站的时候就会停车来 让那个民众可以方便的一个搭乘 这款研发新式太阳能智慧型站牌 满足无需买管接电 兼具节电续电功能 维护简便快速普及等需求 并在设计上采取 可选择与其他杆件共杆形式 跨机关协调各类杆件共杆及实地测试 让站牌可附挂于路灯电杆或交通耗制赶上 发挥省电省空间的成效 电子纸显示技术像纸张一样方便阅读 民众可查阅公车及时到站资讯 交通局也加粗放大路线图字体 方便长辈阅读 另搭配公车站附地空间设置座椅 提供民众更智慧、节能、舒适候车环境 记者王海龙报导